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向台湾银行租的盖房出租的房东詹德荣,近年因土地租金上涨,入不敷出,向正姓房客要求涨租遭拒,进气的纵火烧屋,还烧死了另名无辜的黄姓房客。 詹南犯案后还便装躲藏,但仍被监警巡献逮获,是林蒂检署依杀人罪将他起诉。 起诉指出,66岁詹南向台银成租台北市归随街八十三项的一块地,约二十年前以两千元、三千元分租给正南,罗南作为仓库,十五年前另以四千元租给黄南居住。 正南的房间面积是三人之中最大,却付最便宜的租金,但双方仅有口头约定,数不定期租约,詹南要求涨租遭拒,也无法强制正南搬走。 加上正南常常抱怨屋矿不佳,还拖欠租金,两人积怨一身,詹南今年四月二日清晨买了汽油,先摆放在房屋楼梯间,两天后一早再前往纵火,未料正南根本不在现场,屋内只有正在睡觉的黄南。 黄南逃生不及倒在火场,邻居发现火灾后虽赶紧将他救出,宋一后仍因伤势过重身亡。 詹南纵火后转往附近巷弄,将犯案时戴的墨绿色鸭蛇帽丢弃路边,在步行制归随街,进西街口脱下蓝色外套,搭公车到新北市卢州,企图躲避追欺,但因全城都被监视器拍下,捡警很快掌握身份,同年月二十五日持居票将他逮捕到案。 黄南自知南逃罚网,只好认罪,公称他收取的租金与付给台银的租金不相当,常年亏损,与正南经常为此争吵,才会纵火烧屋。 检察官认定他打算让防客连裁具,有杀人反应,全案依杀人罪起诉。